好 針對這個部分呢 科辦發言人陳志涵 特別說 陳永昕的聲明當中 有兩個地方造成了誤解 好 第一個略過 其實是先有一個中間人 到柯文哲的辦公室 然後柯文哲才回電話 好 換句話說 他們認為從頭到尾 柯文哲都不是主動打電話 給陳永昕的 好 第二點呢 陳永昕有先打電話給張金堅 好 張金堅就是柯文哲的老師 說他要找柯文哲 好 另外呢 他有特別澄清 在當天晚上呢 民眾黨團緊急開的內部會議 不是要討論 要不要接受民進黨的條件 而是要解析 所有投票的可能性 另外他強調 綠營高層有傳話給游錫坤 有四位醫生建議 把票投給黃珊珊 好 其實我們來看到 現在整件事情是有一點複雜 這當中有四路人馬 有第一路呢 就是廖子成跟林玉哲 有人說他們背後代表的是林家樓 好 另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卓榮泰 另外就是陳詠欣醫生 他是醫界大佬 還有一路呢 就是游錫坤 好 這四路人馬呢 我們接下來就帶大家來看到 這當中剛剛好特別提到 小麥我補充一下 陳志然那四點 他剛好已經浮現了答案 第一句話 先有中間人到柯辦 柯才回覆嘛對不對 那請問那個中間人是誰 那柯回覆就提出了那個提案 對陳詠欣而言 那顯然是那個中間人告訴他的嘛 就說黃珊珊當院長可不可以 你們就 我們哪個副院長你都支持 那第四句話不就印證了嗎 綠營高層傳話給游錫坤說 誒 投給黃珊珊啦 綠營高層傳 就同一個人嘛 這個所謂中間人就是綠營高層嘛 那個人是誰嘛 為什麼陳志然不說出來 重點在這兒啊 陳志然已經 我認為陳志然講的 就是他的理解 那陳志然 據我的瞭解一定是去問柯文哲 那這兩個人就是 廖子誠跟林立哲嗎 不是不是 廖子誠沒有這個份量 廖子誠又不是綠營高層 這個中間人就是綠營高層啊 廖子誠 我跟你講 你現在提的這幾個人 我全部都認識 這幾個人都不是會亂說話的人 說實在話 都是被交代 被拜託 林毅民醫師跟陳詠欣醫師都是老實人 人家不會亂講話 而且這又不甘你的事 你幹嘛 你幹嘛去弄個提案幹嘛 一定是有人拜託你 然後你有一點人際關係嘛 然後你就去轉 可是我不認為廖子誠會提這個案 林佳龍 林佳龍你是蔡英文的秘書長啊 你跟愛心得又沒有關係 怎麼會輪到你來傳呢 所以我認為不是廖子誠這一掛了 那你覺得這位綠營高層 他是當面跟柯文哲說 然後而且他也代表一定的份量 所以柯文哲才會相信他 當然是這樣啊 是啊 那那位中間人他背後所代表的 那個中間人就是綠營高層 同一位 同一位 那你覺得他是經過賴清德的受益嗎 當然是啊 當然是啊 不然誰有這個權威 而且坦白講最急的一定是賴清德本人嘛 當然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現在柯文哲就應該公佈那位 綠營高層到底是誰 我認為陳自然知道啊 他只是沒有獎勵啦 但如果說他們當下見面沒有錄音的話 其實也就成功了 是啊所以你現在才想到了羅智政的好處啊 該錄音就要錄音 該錄影就要錄音 亮哥可是我想問一下 因為這個綠白他們在這個談判的過程當中 其實會被大家覺得說他們是密室政治 然後有利益交換 那當中這個消息當初是怎麼樣曝光的 那你覺得開思的關鍵到底是什麼 曝光 不就是 你就聽到有人在說 黃珊珊也有可能當院長啊 就是這樣啊 就不惜一切啊 這個當然會傳開嘛 因為民進黨黨團一定要討論 那民進黨黨團一定是有人 一聽到都快要昏倒了嘛 所以就會傳出去啊 當然是這樣啊 而且民眾黨那八個也不可能都守口如瓶啊 那我們再講更白的啦 你不會被監聽嗎 我跟你講所有的立委都是被監聽的 那監聽你的人不會丟出來嗎 我跟你講這很複雜的啦 所以台灣基本上是一個很難有秘密的社會 只要你有打電話 人家多少都會知道 麗將軍我想問的是 如果接下來真的是按照這個大謙哥跟亮哥所說的 民眾黨到現在還在保護這個關鍵的人 那你覺得接下來綠白之間還有合作的空間嗎 我先講啊 這件事情我們從頭開始來回憶一下這件事情 其實民眾黨剛開始是一直不講說他要投誰 他一直 柯文哲一直在猶豫嘛 這個要要要投綠的還是投藍的 他一直在猶豫 然後或者是要投自己 他一直沒有決定 那一直到他 但是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這個民眾黨自己開完黨 記者會之後 他們說要投自己 我覺得這件事情才開始急起來了 所以他開始民進黨他開始急 他原來一直抱著希望說 會不會說民眾黨會支持他 他中心過程中 可能談了很多交換的條件 幾個部員 幾個閣員或哪些職務 也跟他們做一個交換 然後希望你們來支持我們 游錫坤能夠繼續當院長 但是沒想到說民眾黨到最後 他打算會議開換了一個結論 就是說他們投自己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才 這個引爆點才開始 在這個時候民進黨開始急了 那會做這個中間人 只有一個條件 只有一個需要他會做這個中間人 會去喬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亮哥的分析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說其實大家都認為說是 推狂山山出來當院長 其實可能性當選的機會是不大 因為大家可能很多顧慮很多疑慮 不管各個黨團機率是不大 但有人寧可說是黃珊珊來當院長 也不要讓韓國瑜來當院長 那這個人到底是誰 對他來講威脅很大 韓國瑜當院長對他威脅很大 那他寧可讓黃珊珊來當 也不要讓韓國瑜來當 我覺得一定有這麼一個人 有這種心思 這個人就是中間人 這個人又是高層 所以這個扣任者可能就是說 因為他刺定了賴清德 或者是說這個中間人 有這種想法 有這種動心情念 那他開始就說 那我就拿這個耳出來 對不對我黃珊珊跟你們交換 然後讓你們寧可就是說 不要韓國瑜當選 也讓我們來黃珊珊來當選 那第一個 第二個我特別要講一句話 政治可以有權謀 但是不要欺騙 對不對 這不要欺騙你欺騙 你欺騙只要是一欺騙到這麼高層的 如果說是一個欺騙來講 後續來講的話 你整個人格就毀滅了 你的人設就完全毀了 那我們看看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後面代表的是 民進黨內的新風旋雨 正要開始展開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情 本來我們都以為院長選舉 已經翻頁過去了 已經結束了 怎麼會突然又冒出這件事情 那剛開始大家在當笑話看 覺得說柯文哲 或者是故意是不是要打壓柯文哲 然後我們還在開玩笑講說 到底是誰主動被動 反正你們兩個 這個都是在那邊這個分章 或幹什麼 就後來今天的消息出來 不是這麼樣的 然後再你再回頭去看 這個新聞剛開始是 誰點燃這個火的 是無爭點燃的 而且他也公開承認說 他是黨中央授權同意他 發佈這則新聞的 可見的是黨中央 民進黨黨中央 準備要點燃這把火 那已經翻譯過去的事情 院長都已經選定了 塵埃落定了 為什麼要把這件事情 就是從來 那代表說有一場 新風學院的鬥爭正在展開 那如果說 按照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那就是卓中泰跟林佳龍 兩個隔魁之爭 那兩個爭相表公 對不對 那這兩個人到底誰比較 care說 這個 因為他們是隔魁的這種 這個準隔魁的人選 他當然很在意說 如果說我當了隔魁之後 立法院那邊 到底誰來當院長 可以跟我比較能夠配合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這樣我們來看的話 這個中間人可能很快 就可以呼之欲出了 那大概都可以猜得出來 到底是什麼 我想說亮哥應該心裡 都很清楚這中間人是誰 但是我們現在 在這方面也不好講出 免得 可是我們後續可以看 我覺得這件事情 並沒有結束 因為應該是才剛開始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很多的 這種好戲可以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不得公開 不得公開 感傷口 總之下 除了 更好